给我们制造信息检防 有可能会出现数字鸿沟 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未知的威胁 科技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 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挑战 因为有很多人是很难接触到 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阶段的 如果接触不到的话 在这些人的群体当中 首先就有失业问题 其次伦理问题 也有全球分不均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可能性 所以人工智能带来大量的这些 对人类发展和全球智力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去年年底 习总书记讲的这个 全球人工智能智力倡议 就代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担当 和它的一个远见 刚才特别提到了 全球人工智能智力倡议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到 说中方愿同世界各方一道 在我们的机器人智力 在人工智能智力秩序的建立当中 和大家共同一道 去推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